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对于刚从亚马逊与林身处 带回来的这个盒子 他格外小心 剑毒蛙 世界上最美丽的青蛙 释放一次毒液可以杀死五个成年人 可即使冒着生命危险 危毒还是要尽可能地帮助他 这是动植物保护砖家 威毒 在过去两年里带回保护站的第二百零一制动 他并不是为了研究与林生态系统 而是为了一项中国人建造的超级电力工程 这项工程关乎巴西一千多万人的现代生活 同时又要和成千上万的珍稀洞植物打交道 唯独他们的每一次任务都将直接影响亚马逊与林这个地球之废的未来 现代和绿色的矛盾 中国将如何与巴西共捧面对 巴西 南美洲最大的国家 世界第七大经济体 正面临所有快速发展的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 更多的能源从哪里来呢 2014年 中国和巴西签订了56项合作文件 将一带一路延伸到地球另一端 其中就有一个解决能源问题的中国方案 美丽山正负800千幅特高压输电工程 一条超级电力高速公路 李俊峰 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的电力工程师 跟随这个方案来到巴西 他和同事们的任务就是解决里约热内炉的发展用电问题 要经常深入到工程的一线 甚至这个亚马逊雨林这个工程县城 那么就必须有一个非常好的身板 今天 李俊峰收到来自亚马逊雨林的消息 正在建设的工程附近发现一只树栏 因此可能需要把整个工程建设停下来 事关重大 作为负责人的李俊峰必须赶到现场 为什么解决里约热内炉的用电问题 要跑到2500多公里外的亚马逊雨林 一只树栏为何会有这么大影响呢 巴西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水电资源 但基本集中在亚马逊雨林腹地 而八成以上的用电需求 却集中在李约热内炉这些大城市 如何跨越千里输送绿色电能呢 和巴西能源分布情况相似的中国给出方案 中国的独门绝技特高压输电工程 建起一条2500公里长的电力高速公路 把亚马逊的绿色水电 北电南送到李约热内炉 而工程最大的挑战 来自于有600公里长的线路 需要穿越亚马逊雨林 面对这世界上面积最大 生物物种最多的热带雨林 该如何才能把影响降到最低呢 从李约热内炉辗转三趟飞机 李俊峰一早赶到北电南送的起点 亚马逊雨林深处的小城阿塔米拉 来不及休息 和同事巴西生物学家哈佛尔会合后 李俊峰立刻赶往170公里外的施工现场 电影《疯狂动物城》里 闪电的原形就是树栏 如此呆萌的动物 为什么会让李俊峰如此紧张呢 树栏属于极度宾威物种 是世界上行动最缓慢的动物之一 如果受到惊吓又来不及跑掉 就很有可能从树上掉下来受到伤害 按照工程环保规定 一旦施工通道附近发现树栏 施工可能就要暂停 一方面不能伤害树栏 一方面也不能耽误工程进度 李俊峰焦急万分 马不停蹄开了三个小时 终于赶到离发现地点最近的安纳铺小镇 这个终于和森林里的我们的动物学家联系上了 在等它的间隙我们趁机吃一个中午饭 当地的环保专家威度和莱昂德罗带来的消息并不乐观 两个人听到消息立刻到现场查看 却并没有发现树栏的踪影 对于这个善于隐藏自己的小家伙 大家决定扩大搜索范围 不放过任何可能的地方 这是一种树栏非常喜欢的一种树木 它喜欢在这个树上 当然这个树比较小 它喜欢在这个树上生存生活 它非常喜欢 尤其喜欢吃那个嫩叶子 这种树就叫恩巴乌巴 在雨林里待了三年 电气自动化专业毕业的李俊峰 依然成了一名环保专家 也是工程严格环保规定的制定者之一 按照既定程序 他做了一个决定 暂停施工 我们在清场的这个 这个推渡机也都停止了 现在暂时停一会儿 那么等我们把这个树栏呢 转移到安全地区之后 他们在作业这样的话 不会打破了这个树栏的生活环境 一支未被证实的树栏 让如此庞大的工程停工 在当地的法规里 也没有这样的规定 似乎让人无法理解 巴西是世界上环保法规最多的国家 共有两万多条 对于任何一个在巴西进行建设的团队 环保都是一个巨大挑战 李俊峰他们不仅接受了挑战 而且以更加尊重的态度 制定了高于巴西标准的严格规定 即使停工也要保护好动物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树栏的平安 徒步进入雨林之前 做好防护非常重要 好的 好 有 40几度的高温 全副武装让人更加湿热难耐 不一会儿就让人精疲力竭 而这是李俊峰他们近几年的工作常态 工程开始建设前25个月 100多名具有野外生存能力的动植物专家就进驻这里 在两年多时间里 调查动物936种 救助宾威植物60种 凡是独有稀缺的植物都要进行移植 对于幼崽行动缓慢的受伤的动物 动物学家就一个个帮他们搬移到临近区 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 两个小时的寻找 几个人依然义无所获 看这个机遇云已经上来了 在雨林地区 这个一上来就是几分钟 五分钟可能这个雨就要 很快就要下来 可能一场大雨就倾盆而至了 所以说我们需要赶紧返回到我们的车辆附近 先躲一阵 在这儿 一天临上几场雨再正常不过了 换了干衣服 李俊峰他们决定到另一个方向寻找 结果他们却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 一只红腿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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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妻子 这只能有一个 一只红腿路归 确定路归健康 大家准备将它转移到离施工地点更远的地方 这时李俊峰却告诉我们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珍稀品种 这个南美陆龟呢 在雨林地区 它广泛地分布在 从中美洲到南美 到美洲南部的广大的区 包括巴西 巴西全境都有这种龟的分布 类似的品种 可能不少人家里都打宠物呀 为什么还要大费周折保护呢 每一种动物 它在生态系统中 都有它自己的定位和角色 那么它组成了一个 丰富多彩的一个生态系统 生物链 在这个其中呢 每一种动物 即使一只蚊子 一只苍蝇 也有它的一定的地位 最近的一年 李俊峰他们遗栽的植物超过1400克 救助的动物超过8000只 红腿路归只是其中之一 刚要将它转移 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 因为怕伤到鲁龟 莱昂德罗随身带的刀和金属链子 都不能使用 而是跑到一边 很快做了一双筷子 这是对鹿龟伤害最小的手术工具 半小时后 一场野外手术终于完成 维度赶紧帮陆龟选了个新家 天色渐暗 寻找树篮的工作只能暂停 这条渡轮 李俊峰再熟悉不过了 每天来回六个小时的必经之路 船下就是新谷河 亚马森河的重要滞留 美丽山水电站就建在这一条河上 通过特高压工程 将新谷河发出的清洁电能 输送到2500公里外的李约热内炉 深夜11点 李约热内炉的人们可能早已沉沉睡去 而此时正是北京周六的上午 每周这个时候 李俊峰都会给在北京上学的儿子打个电话 和儿子的对话 是今天唯一令李俊峰高兴的事了 明天一大早 他还要继续深入雨林 树栏也许已经自己离开 但还是要再确认一下 工程建设才能恢复 这一刻都耽误不得 这几天 在2000公里外 李俊峰的同事们也在争分夺秒 一个更大的障碍 已经困住他们三天了 顺着特高压输电大通道往南2000公里 到达巴西高原地区 距离终点 里约热内炉就只有500公里了 在这个叫做美丽地平线的地方 特高压线炉也正加紧建设 此时一辆救护车正赶往工地 要给建设队伍提供特别的医疗保障 张建坤是这支建设队伍的负责人 他们今天要来勘察一条深沟的情况 这条深沟正好横在两基铁塔之间 让架限工作无法开展 需要尽快找出解决方案 为了安全起见 特意请来了医护人员 村长 前面还能走吗 下不去了一个大悬崖 众生的话这四五百里也得一 往前看看还能再走吗 走不了了 我们这个人啊 在这儿行进都那么的困难 我们以后施工的时候 我们的机械设备 我们的这个拖拉机 我们的吊车 想进来的时候就更困难了 而且这些机械设备 一旦是进来 会破坏这儿的树木和我们的植被 这也是我们的巴西环保署 所不允许的 两三十捧一千啊 回来又是两个小时 回到驻地 张建坤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商量解决方案 其实线路的最初走向 并不经过这条深沟 施工比现在简单很多 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放弃了最初方案 而自寻烦恼呢 这条线没有那么恶劣的自然环境 我们直接道路非常的顺势 直接过去就行了 但是呢 这一块刚好是一个 巴西的自然环境保护区 为了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我们不得不改到这里 也就是黄色的这条线 黄色的这条线被深沟阻挡 怎样才能把书店线路架设过去了 大家争执不下 而且要是说弄的话 就破坏环境太大了 所以我说这个 多车这个方案 也不一定可行 中巴双方最终一致选择 对环境和人都影响最小的 无人机放线方案 这也将是无人机方案 第一次在巴西的特高压建设中使用 其实选择特高压工程 本身就已经降低了对环境的影响 和传统书店方式相比 特高压不但传输能力更强 而且占地面积还要减少30% 当初巴西政府从47个书店方案中选择特高压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 保罗 巴西电力专家 当初的决策者之一 2014年巴西政府公开招标 美利山特高压建设项目 吸引全球几十家公司参与竞争 而中国国家电网公司 最终击败了实力雄厚的巴西和西班牙公司 成了最后的赢家 其实 选择特高压就意味着选择中国 早在2009年 中国就成为世界上唯一成功掌握 并将特高压技术投入商业运营的国家 如今中国再运再建的特高压 电力高速公路有20多条 长度超过3万公里 而特高压第一次走出国门 就来到地球的另一端 巴西 美利山书店项目 毫无疑问 成为中巴产能合作 一张亮丽的名片 由中国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 负责建设和运营 美利山特高压一期工程 1月2017年开始发挥作用 李俊峰 张建坤他们 正在建设的是二期工程 也将在2019年建成投运 合作共享的基础是深入的了解 和彼此的信任 在国王巴西控股公司 多年的共识 让越来越多的巴西员工 加入学习中文的队伍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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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他们为了给中国同事拜年 还专门学了几句吉祥话 同样想深入了解中国的 还有巴西的两位知名作家 今天国王巴西控股公司 董事长蔡红贤 给他们当起了导游 你带她全的地方 中国人的女人 国王国人 和奥运军 建造了巴西沙尔 去加坡 这是2,000km 2015年 博尔巴和科斯塔两人 共同出版了一本畅销书 《巴西眼中的中国》 为巴西人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当时两人就关注到 2010年在里约热内卢成立的 国王巴西控股公司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 这家公司就基深巴西书店行业第二位 如今还建设和运营着 美丽山特高压工程 实际上 俩人有一个新计划 出版巴西眼中的中国第二部 用更多精彩的故事告诉人们 是什么让中国和巴西 这地球两端的国家走到了一起 在美丽地平线 张建坤他们用无人机一次放线成功 工程赶上了进度 李俊峰和哈佛尔在河边找到了树兰 在救助站完成体检后 将帮他在距离工程五公里外找个新家 树兰终于找到了 也许不是原来那只 李俊峰兴奋地给儿子录了段视频 不单是因为找到树兰 更重要的是 美丽山特高压工程又可以顺利开工了 周末 平时奔忙在各地的中巴员工 相聚在里约热内卢 美丽的伊帕内马海滩 这样的比赛输赢并不重要 切磋切磋球技好好享受这片阳光 是大家共同的心愿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例 中国和巴西这两个发展大国 虽分处东西半球 却同呼吸共命运 他们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互利共赢 正创造着一个共同繁荣 清洁美丽的世界 截至2018年底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 已经先后在全球七个国家 成功投资和运营骨干能源公司 工程项目建设遍布五大洲 实现了将中国的产能装备走出去 与各个国家在能源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绘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 与世界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蓝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